国际民主协会会长 米德伟大使 还有亚太区主任安南德两个人 晚间抵达桃源机场 两个人下几乎没有发表谈话 在领域通关之下来离去 不过他们要出席12月2号到3号 在台北举办的开放国会论坛 这也是继波罗的海的三国 还有贝里斯之后 第三批重量级人物来到台湾